三个人挑战会变形的飞牛顿流体 只要一直跑就能如履屏蔽 一旦停下来立马就会被流体吞噬 谁能坚持到最后就能赢到一万美金 三人一刻也不敢停歇 脚下的流体有些力度 而旁边却是软的 一边踩的同时还要注意分力均匀 而且铁桶的面积还很小 这一场耐力赛注定不会平凡 谁能撑到最后拿到奖金呢 主持人拿来一个球框 把球投进去保持现状 投不进去就会让身体加重 每个人有三次机会 乔治的目标不太准确 投了三次都没有进球 而黄毛不慌不忙 一次就进球了 老王紧随气候 也完成了认为 主持人拿来一个十斤的背包 让乔治背上 惩罚时间为五分钟 加上这多余的十斤重量 乔治热得满头大汗 好在时间不长 称一称很快就过去了 接着开始第二个挑战 用嘴巴叼鸡蛋 谁先掉落就要受到惩罚 三个人咬住一把勺子就开始了挑战 小心行走的同时身体不停地摇晃 乔治的鸡蛋摇摇欲坠 而老王比他快了一步 首先掉落了鸡蛋 主持人拿来两公斤的沙袋 绑在他的小腿上 惩罚时间也是五分钟 老王明显感觉到了压力 每一次抬脚都在消耗体力 很快五分钟结束 老王终于恢复了自由 第三关挑战是扔飞镖 得分最少的就会被绑住手脚 每人有三只小飞镖 乔治连续扔了三次 只扎中了一只 黄毛扔三次中三次 这运气也太好了 老王射中了两次 主持人用胶带绑住他的双手 还有双脚 缠得紧紧的这要怎么踩 乔治很快就被陷进了流体里 越挣扎吸得越结实 没有办法他只能放弃了比赛 只剩下黄毛和老王了 继续开始第四关挑战 谁的乒乓球先掉落 就会冻结六秒钟 这个惩罚有点严重 六秒不动可能会急速下降 两个人打起精神拍打乒乓球 黄毛一个亮枪球掉了 他只能接受惩罚 六秒的时间很短暂 但是快速下降的流体 让黄毛几乎死心 主持人通知及时 黄毛使出全力再次动了起来 还好没有陷得很深 他还能继续比赛 主持人拿来一个水平继续挑战 失败者就要穿上拖鞋 每人有五次机会 黄毛一边控制着流体 一边翻转水平 但是运气好像用完了 只成功了一次 老王用同样的方式成功了两次 所以黄毛要穿上那双笨重的拖鞋 但他的意志力坚定 一心只想赢得比赛 五分钟的时间并没有影响他 主持人决定加大难度 蹲着比赛 本来就疲惫的双腿更加雪上加霜 他们像鸭子一样重复着机械动作 体力几乎透支 但是依然没有分出胜负 接着开始一只脚比赛 两个人在上面艰难地跳来跳去 他们都很累 麻木的双腿越来越重 很快黄毛跳不动了 主动放弃了比赛 跑了四个多小时 两只腿好像没有直觉了 恭喜老王赢得了比赛 还好他没有放弃 如果是你能坚持多久呢 男人用淀粉制作出一种神奇的流体 他吃软不吃硬就连子弹也打不穿 乔治认为沉重的保龄球可以砸穿塔 而老二竟然请出了600斤的浩克铁拳 谁的工具能砸穿流体就能赢到1万美金 老大的想法简单直接 他抱着工具爬到40米高的铁塔上 准备将这些工具一一丢下 加上高度的优势重量也会翻倍 首先上场的是几十颗台球 老大瞄准目标果断到处 落地的台球偏离了方向 并没有砸中流体 第二个工具是100颗高尔夫球 一大桶小球倾巢而出 只有一半落在了流体上 粘在上面很难抠出来 这次实验的是20斤的大铁饼 沉甸甸的铁疙砸力量很集中 搜的一下从高空落下 迅速就被流体包围 软软的质地却有很强的吸附力 两个人合力才把铁饼拿出来 这种面团也太结实了 老大拿出了铁匠用的铁针 它可是生铁里面的硬汉 对付流体应该可行吧 虽然砸出一个窟窿 但是并没有砸穿 而且还陷在里面无法自拔 接下来老大要使出锋利的标枪了 只是眼神有些迷茫 连续扔了好几次 连流体的边边都没有碰到 老大热得满头大汉衣服都湿透了 乔治提议时心的保龄球或许可以 差一点就被流体吞射了 肯定是高度不对 这次它扔得高一点 落地的时候砰的一声 随后就变成了软绵绵的流体 老二索性把保龄球拿到40米的铁塔上 从这么高的地方扔下去 重量也会翻上好几倍 保龄球被流体弹了出去 这是什么定律 看似普通的面团竟然有如此的承重力 三个大男人很不理解 只好请出了重达600斤的浩克铁拳 他的重力几乎可以毁灭任何东西 再加上高度的优势 重量也会翻上好几倍 老大自信满满 拉下开关 铁拳急速下降 砸在流体的中间直接消失了 是砸穿了流体还是被它吃了 当拉起来查看时 连同下面的土壤也被带出 强大的威力竟然砸穿了流体 浩克铁拳还真是名不虚传 看来在强大的实力面前 一切皆有可能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什么东西可以对抗600斤的浩克铁拳呢 绿巨人是怎样喝可乐的 但是那小手也太大了 不但喝不到 寒冬坏了很多瓶 他急得越变越大 猫女走了过来 帮他打开了一瓶 放进他的大手里 再放一根吸管 绿巨人终于喝到了可乐 为了感谢猫女 他送给猫女一瓶可乐 这边猫女刚喝一口 就被钢铁侠抢走了 幸亏他有超能力 猫女没有生气 反而很开心 在超级英雄学校里 绿巨人跟一支铅笔叫起了劲 别说写字了 拿都拿不起来 旁边的鼻桶也掉在了地上 眼看绿巨人就要发飙 老师赶紧递给他一支大铅笔 绿巨人终于可以写字了 狡猾的小猫咪从袖子里拿出小抄 正准备抄答案 却被天花板上的蜘蛛侠看到了 他趁猫女不注意偷偷拿走了小抄 然后开始写 猫女着急地寻找小抄 而旁边的睡美人却只想睡觉 钢铁侠直接小手一挥 答案就到手了 绿巨人首先答完了试卷 他拿着破破烂烂的卷子交给了老师 蜘蛛侠紧随其后 那么多的蜘蛛丝 老师很嫌弃 猫女直接从嘴巴里吐了出来 老师赶紧丢到了一边 睡美人交了白卷 而毒藤直接弄丢了试卷 只有钢铁侠让老师很期待 老师把猫女和毒藤留在了学校 小猫咪很困 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毒藤热得受不了 他拿起水壶就浇在了头上 他倒舒服了 只是那藤蜂却在迅速生长 被惊醒的猫咪好奇地摆弄着枝条 还咬了他一口 反应过来的毒藤不乐意了 两个人打了起来 眼看越打越凶 然后把枝条缠在盆栽上 还帮他浇了水 小猫咪明显吃错了 老师从怀里拿出小老鼠传给了猫女 他果然很喜欢 只不过这只老鼠好像是蝙蝠侠的 另一边的小丑竟然在嘲笑音乐老师 音乐老师一紧张撞在了毒藤的身上 他被毒藤的美丽外表吸引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绊倒了 三个人笑出了猪叫声 老虎不发为你当我是病猫 原来音乐老师是超人 三人瞬间被揍成了猪头 老师决定选择班掌管纪律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哪位超级英雄当班长呢 用一种颜色捉迷藏有多好玩 只要最后一个被找到 就能赢得一万美刀 游戏规则很简单 就是不能藏起来 隐藏的方式一定要选在名处 小兰第一个选择隐身方式 她来到门口发现了一辆蓝色的汽车 整个人就爬了上去 但是她这样也太明显了吧 然后她又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天台 原来她想到天空也是蓝色的 如果能够和天空融为一体 那肯定没人发现 看到她那么自信 主持人笑出了猪叫声 接着轮到小红隐藏了 小红迫不及待地跑了出去 但是公园里的红色物体并不多 不管她趴在哪里都很明显 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小红车 但是也太小了吧 她好像想到了自己的车座也是红色的 于是她决定就藏在车里 游戏规定不能藏起来 所以她必须打开车窗 小红也藏好了 接下来轮到小白了 小白觉得白色的墙壁就很好啊 主持人告诉她 或许还有更好的地方 适合白色隐藏的地方有很多 她选来选去 还是决定就隐身在门口的墙壁上 你还别说 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 只剩下小绿了 她一出门就趴在了草地上 主持人告诉她 草地哪有你的绿 于是她又想到了墙边的绿值 还是很明显 看来一般的绿色是超越不了她 她忽然想起 楼上有间房子全是绿色的壁纸 她贴着墙壁站好 颜色正好合适 这时外面的小兰突然跑了下来 大喊着好热 便一头扎进水池中 游泳池正好也是蓝色的 所以小兰决定就藏在泳池里 四个人终于藏好了 寻找者如花也收到了指令 开始寻找 她从小白的身边走过 并没有发现她 又从泳池的旁边走过 还是没有发现他们 然后围着公园跑了一圈 在经过小红的车子时 一眼就发现了她 小红淘汰了 如花又跑了一圈 再次经过泳池时 就发现了小兰 小兰也被淘汰了 只剩下小白和小绿了 想到小绿 如花找遍了整个公园 都没有发现她 这时她也想到了 楼上的绿色房间 然后又回到了房子里 赶紧跑上了二楼 一眼就发现了小绿 又淘汰一人 只剩下小白还没有找到 这时如花看见一只小狗 在墙上闻来闻去 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小白 如花不敢相信 小白隐藏的也太好了 她从这里走了好几遍 都没有发现她 恭喜小白赢得了奖金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和什么东西融为一体呢 下一个挑战 售货机里装着三个人